咖飘之今天呢我带着我的咖啡机这个STV799 我上一次在录这个咖啡机的使用的视频的时候呢 我说到了这个机器我刚好用了一年整 打算把它做一个深度保养 那今天呢我就找到了我们的售后工程部的小龙 带着我们把整个咖啡机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种深度的咖啡机的清洁保养是怎么样来完成的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套那绿角 那绿角准备完之后还有十字螺丝刀 一字螺丝刀然后两个扳手 然后一个小一字一个钳子一个小十字 第一步先把锅炉里边的残余的水给放出来 对然后这里有个开关 一定要在冷却的情况下才排水 大概排多长时间 两三分钟吧 拆这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拆完这些螺丝一定要收好 水箱拿出来 好这样就下来了 主板它主要是负责什么呢 负责冲楼头电磁阀线流孔这些剂量嘛 这个是感应 感应水位的吧 对感应水位的 水泵上面的是锅炉 对然后补水电磁阀 开水电磁阀 蒸汽电磁阀 通过它来控制的 那这也是个电磁阀吧 对对对 充足楼的电磁阀 那就是它里边有一共四个电磁阀 对的对的 拆完的这些零件都得归类 要不然的话等一下找不着了对不对 对的对的 它的腰身 里面这个真是阀心 这个主板也是要这个单独再拆掉是吧 对 好每个电磁阀都要拆下来对这是全部的 深度的大保养让我们自己在家里边来做的话我们自己肯定做不了的很多人连这是什么部件都不知道 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打开后的锅炉长什么样 就是我用了一年之后的它的加热管长什么样 有没有多少这种水垢什么之类的 给你们看一下 好 我来试一下它多重 不轻啊 对 比我想象中的要重一些 它外边包裹的这个黑色的就是为了保温的对吧 对 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个 现在这线很烫坏的 动了一点 加热棒 对加热棒 其实也没什么水垢的 对 看起来很干净 看来我用机器用的还是比较爱戏的 这个上面的话你看就这么一点点这个上边的一丝丝这种水垢 我们来拆充铸头 有一个盖子是吧 对 那我们充铸头上的这个温度显示就是靠它来测试的对吧 对的 它测试完之后通过这个线来传到这个系统里面 对 这种温度显示就是这个温度显示 这个胶圈通常来说呢就是根据你的出杯量的多少 你每天做咖啡做的越多它用到的频率越高 那它就会慢慢的油软变硬 充铸头那就可能会往外有一点点漏水的这种感觉 它的密封效果就不好了 它是要定期更换的是属于一个消耗品 它这个是充铸头的加热管 锅炉的加热管 就是蒸汽 蒸汽锅炉 对 蒸汽锅炉 这个就是锅炉 提供蒸汽用 对 这个呢就是充铸头电磁阀 开水电磁阀 蒸汽电磁阀 补水电磁阀 对这是个单向法 这个就是流量剂 拆开的这个流量剂 它呢就是测水的流量的 你看它里边是一个可以钻的这种小叶片一样的 水通过了之后它可以测水流的大小 这个里面还是蛮干净的 说明我们用的水质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要那水质不好 那它这里边肯定还有很多水垢比较脏 拆出来的别的别人家的咖啡机 它是这面啊 对 这面就已经变黑了 对 很脏很脏 它这个里边确实已经裹了一层了 看起来 对 一定要用好的净水器 好的净水器 它真的可以延长咖啡机的寿命 对 很多人在使用咖啡机的时候 他不注意这个点 但是这个点往往是最重要的 对 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咖啡机的原因 它其实就是水质的原因 对 导致了你的咖啡机来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是除垢剂 对吧 对的 这个怎么看着像酱油啊 对啊 这怎么这么像酱油 然后电磁瓦的水一层层一层层转上来之后 它的温度是很精确的了 出来了之后直接到这个锅炉里 对 你为什么要先冲点水进来呢 看它漏不漏水 因为这里有个电磁瓦 不漏的话 你再把它那个 吸出去 吸出来 然后现在再把清洁水注进来是吧 对 药水 哇 这个很明显你能看出来 它这个已经开始冒泡泡了 哇 这一下子又干净了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线流孔 这个小的线流孔它很小很小很精密 你还是需要把它单独再拆穿再清洁泡对吧 哦 这种也是用这种筒状的螺丝对吧 那像这种小的部件如果要是它坏掉了能配不 能配 就是能配的来的 对 要换整 这一整个 煮锅炉的这些螺丝它上的真的是好紧啊 嗯 因为它打个胶嘛 那如果你们要再重新组装的话也要打胶吗 要的 不打胶它会漏水的 它这个压力很大 非常大 对 因为它里面都是蒸汽 哇 它会呲的声音 对 哇 这个药水真的太猛了 哇 这好亮啊 这泡完之后 散眼睛的 散眼睛真的是 不拎不拎的 这个是已经清洗过的 它这个泡完了之后 像脱胎换骨了一样 整台机器拆开清洁完成之后 再装回到原样 大概花了一个下午 第二天又花了一个下午 做了开机的测试 锅炉是否漏水 加热是否正常 蒸汽压力 以及充足锅炉的水温 能否正常的工作 所有的功能测试完成之后 就能再次愉快的 使用这台小怪兽出品了 另外做一个预告 在这个月末的 3月31号到4月2号 我们会在陆家嘴咖啡节的分会场 有一个咖啡展位 我们会把这台咖啡机搬到现场 用这台小怪兽给大家做咖啡 大家期待一下 那最后 咖啡是拿Series 把Live Cheers 咖啡 吃